我们走过去带大家看啊 刚刚我们来晚的一步已经载了一个了 带大家看一下 你看 他这个肉啊就放到这里的 看 哇 你看这个羊肉 这个全部是山羊啊 等一下应该还有一个啊 他这个羊肉的话就只有四只蹄子 看到没 等一下我们再看啊 这个就是等一下用到的工具啊 一把刀 但是这个锤子的话是用来做什么的 等一下我们再带大家看啊 这个羊的话全部都跑出来了 你看 这个羊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我们走到这个里面带大家看一下 你看 他的这个羊毛 他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这种棕色和这种白色的 我们走进去带大家看一下 看这里面是 什么样的 哇塞 这里面还有这么宽呢 看 你看 这上面还有一个老房子 哇塞 你看 这个全部都是以前的这种木房子 我们跟着这个羊走啊 我们跟着这个羊走啊 看这边还有什么 稀奇的东西没有 哦 哦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羊的老巢了 他们就是 养到这个里面的看到没有 这个里面应该就是咱们 养羊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还有 鸭子 鹅 哇塞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环境真的好 看这里面的这个羊 有没有认识这个羊的品种的 这里面还有两头大的 看到没有 这一只羊的话 好像只有一个牛角了 另外一个牛角 掉了 看到没有 这个羊还是 很大的 这里面还有小羊羔 看到没有 这个羊的话 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 哈喽 没得一锅星期啊 一个星期都没有 就这么大了 看 好了 这个羊的话 已经抓住了 也拿一斤的 不得不得 不得不得 不得 大哥 大哥 四斤吧 大哥 四斤吧 他要 喝冬着鱼的 这个不得 一看到 让他 就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他没有位 不得 不得 这儿 气得 像 哇 兄弟 他这气得 哦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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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我们现在先撑一下重量啊 看这个羊啊 我估计这个羊的话应该知道他的命运呢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嘴角 你看 看没有 你摆这身子呢 外面的碗子要死 你去找碗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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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来的 你去拿过去刷吃 走 哈哈哈哈 我说那不水不抽的 你这个咋说是围棍了 都是几个中国人不能搞围棍了 那咋呢 好 可以的 帽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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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现在我们先撑一下这个羊 看有多重啊 一会儿肯撑 我之前也会儿肯撑 没得 留两个东西 哪吴 哪吴 我这是 哪吴 拨到这个新的呢 就是 八不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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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羊 好久慢了 平时慢走 这后的弄进来 15斤 15 21 2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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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0 5 30 29 3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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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1 31 刚刚发生了一点意外 本来我们这个师傅是不想杀这个羊的 刚刚讲到很久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师傅的这个技术 这是一个老师傅 好了 现在又开始了 师傅的话 年轻的时候 是富士康非常优秀的员工 当年我们用的这个iPhone4 就是出自这个师傅手 做这个人 这样 就是 很朝 来 来 圣ière 通费mbre 走 这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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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